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的F35肯定不会少 面对这种情况 我军航空兵能获得空中优势吗 毫无疑问 若斗兽旗一样的单机性能 那歼20在绝大多数领域都能压住F35一头 尤其是在能量特性和超音速性能上 都要比面向高压音速角度机动 优化的F35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会给现代空军主要的交战模式 超视距带来巨大的站位能力的优势 同时 G20的两侧格斗弹舱 中央主弹舱的设计 在空中对决中也有不小的好处 F35为了挂载大型对地打击弹药 采用了两个非常深的主弹舱 没有格斗弹舱的设计 虽然带来了F22与G20 都没有一吨弹药挂载能力 但给格斗弹的挂载制造了巨大的麻烦 也算是F35主要任务是一个打击的一个侧面体现 顺带 G20由于更大的主场作战优势 对着F35也有不小的空情保障加成 我国在东南沿海建设了大量的空情雷达 包括先进翻隐身雷达 给G20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而F35靠着众多的创新性子系统 以及飞跃性的设计思路 进步带来的信息化 与网络化水平提升 能多大程度上摸平差距 那就很难说了 当然 不可否认 靠着价格优势和网络化能力 讨论单价战斗力的时候 F35还是有优势的 新批次便宜到8000万美元以下的单机成本 已经比许多上一代战斗机还要便宜了 更别说G20 说了那么多 这两种战斗机之间 理想状态下的斗兽棋游戏 毫无疑问 一对一的斗兽棋力 G20能按着F35刷交换笔 多对多的情况下 F35能逐步追平差距 但是时代变了 制空权早在几十年前 就不通过空战来夺取了 或者说除了一战时 还没有成熟的空中力量 还没有成熟的制空权概念外 战术空军空战 从来就没有完成过 夺取制空权的任务 中美之间的制空权争夺 更多的时候 不取决于G20和F22 或F35之间的爆发空战的格斗结果 而取决于挂载的霹雷21 前出的尖16 有没有成功的截击美军 在关岛或者澳大利亚起飞的战略轰炸机 取决于尖20的空中进攻战役中 能不能有效殲灭预警机电子战机 这样的高价值情报节点 殲16能不能为突击机群有效护航 并执行好反辐射任务 殲轰7轰6和它的继承者 能不能把弹药丢到机库 炸药库 油料库乃至跑道上 相比起截击与打击 相比于攻势制空 战术战斗机空战这种 在一二战间的战期就已经被认为极端低效 并在之后的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 不断被证明确实低效 最终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淘汰的东西 实在是比较无关痛痒的 中美空军之间 谁能取得制空权 无疑不取决于谁手上的五代机更隐身一点 机动性更强一点 而取决于谁的空军拥有更强的打击能力 谁能更持续的压制对方的空情网和空军基地 谁拥有了更强的纵身打击能力 谁拥有更多的长航程隐身打击飞机 来执行战役战术级的打击任务 谁就能压制对方的防空系统和空军基地 从而获得制空权 毫无疑问 在现在仍然缺乏远程打击和纵身压制能力的我国空军 在面对美国利用强隐身飞机执行优先节点打击 穿透性攻势制空作战时 依然要面对过去所有缺乏打击能力的防守型空军 面对的共同问题 时间与兵力的双重不足 如果是重型战斗机 这飞机能够挂载远程空空导弹 前出到菲律宾一线去拦截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吗 如果能 那就是好飞机 所以歼16是好飞机 如果是中型乃至轻型战斗机 能长时间的背擒 在空中预警机和地面雷达网的支援下紧急起飞 拦截被远程截击机机和地面远程防空导弹漏过的美军打击飞机 那它也是好飞机 所以尚未服役的310工程的产品也是好飞机 如果有一架飞机能在全内挂的配置之下 铁得至少两发一吨级的弹药 执行100海里以上的打击任务 并且能够航母部署 执行对关岛内乃至澳大利亚北部的 美空军基地的穿透打击和持续压制任务 那它就更是一架绝无仅有的好飞机 嗯 最后一个任务靠着轰二式也能做 所以它当然是个好飞机 可惜的是 它实在有点太贵 太大 很难保障足够的性价比和任务弹性 想对着坐拥世界第一打击能力的 美国海空军敲下制空权 光靠发展歼二式 那还是远远不够的 不久前 有消息放出 中国的珠海航展已经进入百日倒计时 并且将在7月中旬开启售票系统 这对于此前已经推迟了一年的珠海航展来说 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按照官方消息 珠海航展将于9月28日正式开幕 并且会持续到10月3日 对于此次珠海航展 外界最期盼的莫过于 听到中国最新型隐身轰炸机轰二式的消息 因为在各方的造势下 似乎今年的珠海航展将会成为轰二式 正式公开的最佳场所 而这个说法其实在去年就有了 去年的时候 美国军事网站国家利益报道 有关轰二式的消息 有美国专家预测 轰二式将在2020年年底正式亮相 并且11月份的珠海航展 便是亮相的最佳时期 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 去年的珠海航展突然宣布取消 只让不少人倍感遗憾 但同时也把轰二式亮相的悬念留在了后面 今年4月份中国方面宣布2020年 珠海航展并未取消 而是延迟到9月底 要知道中国的珠海航展是每两年就要举办一次 如果去年真的取消的话 那么下一次举办时间是2022年 不过2020年 珠海航展推迟到2021年 也就说明这两年会连续办两场珠海航展 对于很多人而言 其实即使再等一年也没什么 但为何珠海航展一定要在今年举办呢 中国官方是有什么急于展示出来吗 今年年初的时候 中国空军在招飞宣传片中 出现了飞行员头盔处 反射出一架类似美国毕尔轰炸机的影像 这无疑是在疯狂暗示空二式即将现身 此处不久之后 还用美国卫星拍到中国东南 某空军基地内部修建了一座白色的新机库 很显然是用来放置大型飞机 考虑到这个军事基地属于解放军东部战区 地时轰炸机师 而这支部队主要是操控轰六节 轰六恩等轰炸机 因此美美推测 这个神秘机库有可能是与中国下一代 隐身轰炸机有关 搞不好就是等着轰二式入列 另外 不久前一本中国军工杂志封面 印出轰二式的设计图 引起外媒争相报道 有些外国军事专家甚至直言 这是中国官方有意泄露 关于轰二式的消息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关于中国轰二式的消息不少 那么为何这架轰炸机如此引人关注呢 提起隐身战略轰炸机 很多人会想到美国的B-2轰炸机 这是全球第一款 也是目前唯一服役的一款隐身轰炸机 B-2轰炸机 在美军几次对外战争中都有活跃表现 不过 像B-2这样的轰炸机 美国研制的目的并不是针对一些中小国家 而是对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构成威慑 不过 B-2轰炸机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那就是贵 B-2单价达到24亿美元 就连美国也难以负担 于是如今 美国又开始研制成本更低的B-21隐身轰炸机 也就是说美国马上就要有两款隐身轰炸机 对于中国来说 研制一款同等的轰炸机可谓是刻不容缓 2016年9月 时任中国空军司令马晓天透露 中国正在发展新一代远程轰炸机 一款飞翼类似于美国B-2轰炸机 进入到神秘的事业中 外界也将轰二十定义为一款 能够打击到太平洋上 更远目标的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 拥有出色的隐身能力 能躲过雷达的探测 2018年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宣传片《大国起飞》中 一款与B-2轮廓相似 并目不盖住的大型飞机出现在宣传片中 有传闻这就是轰二十 可以说 轰二十尽管从未露出真面目 但热度一直都不低 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上热门 为何轰二十如此引人关注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 轰二十到底有多厉害了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 轰二十轰炸机的作战范围 可以达到1.2万公里 这就意味着 轰二十不仅能够突破美国下围夷 甚至能在中国本土起飞 直击美国西海岸 而轰二十的出现 对于中国的最大意义 便在于完善中国三位议体战略和体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